欢迎参加台中市民野餐日 台中市民野餐日今年迈入第三届 将以野餐充电草地放电为主题 扩大举行 14号野餐日举办暖场活动 在台中西屯新市镇公园绿地登场 草坪勾勒出台中地图轮廓 象征整座城市变成一片野餐店 我们第一届的时候只有在中央公营 第二届的时候就在我们台中市 山海屯城四个区域 那么因为市民的反应非常的热烈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动员了 我们29个区公所 以及我们26个局处 副市长补充今年野餐日将在11月3号 遍布台中29个行政区 各区都有不同的特色主题 市民野餐日不只轻松悠闲 也将延续历届低碳永续环保的精神 全程资源回收再利用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 搭乘大众工具降低碳排等方式 打造属于台中特色的绿色低碳环保野餐日 TVG连来传往卢欣台中报道